两人通过划拳的方式比输赢 赢的人可以提问对方一个问题 最后输的次数最多的人 要给观众送上一个福利 石头剪刀布 你问吧 你最近一次有着美丽的精神状态 是什么时候 就是微博之夜 我弄一个造型 上去的时候 感觉精神状态非常的正常 就所有人看着 整个人都懵了 谁懵了 我懵了 为啥 就是我觉得我精神失常吧 我反问他一个不就完了 不行不行 要石头剪刀布 有可能我五题问完了 你都没有问到 石头剪刀布 划拳 你看看 人物关系 薛子夜就是这样子的 第一次知道我是什么契机下 对我的互联网印象是怎样的 我想想 别遮住脸 表情看清楚 这谁不知道 国民女演员 我们俩很神奇的点就是 我们俩这么多人 从来没见过我们 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还真的新疆石井的时候 第一次见面 之前看过挺多戏的 爱上特种兵 了解是了解 但是不好意思说嘛 国民女演员嘛 演技好嘛 天选薛子夜 天选薛子夜 小夕今天的这个呢 就是非常豁占 满了 喝酒也喝不过薛子夜 划拳也划不过他 永远被拿捏是吧 谁更幼稚一点 谁更理性一些 他很幼稚 然后他也很理性 他就是一个理性的幼稚 理性的幼稚鬼 他在专业上 他就是很理性的 但他私底下就非常幼稚 怎么幼稚了 你看这就很幼稚 他可能放松的时候 就觉得很可爱 这是真诚 他觉得是真诚 我是一个理性的幼稚鬼 是吗 对 就是这样 还来 我踢板可以不要了 小夕直接放弃了 放弃 石头觉得不 这也是一种节目效果 你不知道吗 徐哥 这也是一种节目效果 拍戏过程中 我做过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是什么 在新疆的时候 我看他那个小小的身躯 拖着那个三米大的 那个皮枣的时候 觉得真太可怜了 就动都说不出话了 脑子里全是这个画面 而且还饭也吃不上 看到他晚上吃火锅的时候 狼吞虎劲那样子 就觉得现在是没吃过饭了 咱们什么时候吃火锅了 咱们不是吃的羊肉吗 没有吃过火锅 没吃过 哦是最后一天 咱们要转场了 是吧 对啊 好几次吧 心情动你呢 幼稚吧 你看你看 好最后一轮 还有一轮 我要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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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石头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觉得席哥 席哥全居服 席哥这一题 应该是 大家很想让我问的 很开心很开心的 最近粉丝做过 让你最感动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 他微博底下留言嘛 有个年终总结的时候 他们总会把 我可能过去演过角色 做一些总结 就是可能说过的话 或者做过的事 都做一些比较详细的